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做好3G3G 疼痛才能好得快走得远 今天的科普内容都是干货 建议大家点赞收藏 转发给更有需要的人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很容易反复的 在生活上要严格踪踪3G3G的原则 第一即久站久坐 研究显示平躺时腰椎的负荷位25千克 而占力时腰椎的负荷是平躺时的近4倍多 坐力时腰椎的负荷是平躺的5倍 因此久坐久站对腰椎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第二即受凉招风 很多患者反应在受凉受寒之后疼痛会加重 这是因为受凉会使椎间盘附近的韧带 肌肉组织的循环水平下降 导致椎间盘受压加重 增加神经根的压迫 表现为腰部和下肢的放射性疼痛加重 第三即弯腰负重 以及对抗性跑跳类的运动 这些动作都会增加腰椎间盘的压力 如果必须要搬注我 应该是双膝东下 用上臂将众部提起 身体慢慢的起立 让众部贴近我们的肚子 用这样的姿势行走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三件 第一件是过软或者过硬的床 这些都会加重腰部和颈部的负担 睡觉时我们应该尽量保持脊柱的生理去度 这样才有利于腰椎的恢复 第二敲二郎腿 这种姿势虽然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但对腰椎是很不友好的 第三戒掉容易导致肥胖的食物 如果体重过大 那么椎间盘承受的压力也会随之增加 腰椎就更容易发生蜕变 加快腰椎间盘突出 好 好 好